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三知识 现在讲天台四教仪 四教仪元期 上次讲了一个小段 但是因为上次讲的 有些地方需要再加以补充 那么因此只好再从头 简单的说起 宋修身时 身同赞宁 通会乐云 宋朝 做这个修身时的工作的身关 叫做生同 他的名字叫做赞宁 赞宁法师这个人 本来也是在浙江 吴越王那边的 后来吴越 并到 这个赵宋里面去了 那么因此 他也是宋朝初年的身关 那么通会 是他的德号 是皇帝赐给他的号 通会大师 他所有的著作 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 所以叫做通会录 并不是书名 那么他的著作很多 究竟这个记载是出在哪里呀 现在没有办法去查考 他著的最有名的就是 大宋高僧传 大宋高僧传30卷 但里面并没有详细记载 记载这个当时关于这个 世教育的的因缘 而其他的著作 关于那一点方面 就是佛法方面的 有150件 世间的儒家 等等的 世学方面有49卷 那么这些文字 现在好多都识传了 所以他这个记载是出在哪里 是没有办法再考证了 那么他这个记录里面 有这么一段说明 说这个世教育的原题 云就说了 唐末 是唐朝之末 唐朝里面有天下 那么一共有290年 实际上是289年了 唐朝末年了 中国的历史就成为五代 五代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洲 这五代的时间 是西纪的907年 到西纪的959年 一共有53年 这53年的时间 就是五代的这个正统的这个时间 这个五代的期间很短 像这个后梁 从907到922 后唐只是923到935 后景 936到946 十一年 后汉最短 947到950 只有四年而已 后洲 从951到959 前后九年 960年 就是赵宋的开始了 赵宋的宋太祖 赵方英 就是960年建国 那么这个五代这段时间 南方 就是现在的浙江这一带 有个五月国 就是姓前的 有这个唐朝末 唐昭宗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做大官的 这个前流 那么后来唐朝灭掉了 那么他就 占据这个浙江 浙东浙西一带的地方 成为他一个小国 那么当时后梁 建立的时候 就五代开始 就封他作为五月王 前流是五月王 他也传了五个朝代 传了五代 一直到他的孙子 前淑 到了前淑 那么就是到了 宋太祖的时候 那么后来啊 到了宋太宗 就合并于 这个赵宋了 那么中国又回复到 原来的统一情况 那么五月前中一王 就是前淑 在五月王的那段时间呢 北方很乱 五代十国 但他这个五月国偏安 偏安了五十几年 五六四年的时间 就是到唐末开始 一直到五代结束 他这一段时间 都是很平安的 没有事 所以这个前中一王 他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在朝 做国王 那么意思是 他的空闲的时间很多 所以他治国之侠 看这文字啊 治国之侠 就治理国家的事物的 剩余时间呢 他去救经内殿 专门研究佛法 内殿就指佛法 那么他横下功夫的 在研究佛法 看经 看古代的著作 因此他有一天看到 这个永家籍 音乐 永家籍 乐就是看 永家是地方名 但是现在这个永家 是哪来代替啊 指这个永家大师 就是玄爵 永家玄爵大师 玄爵大师 以天台中的第八族玄浪啊 他们是师兄弟 他起初也是学着天台 后来他参禅啊 有相当大的成就 到南方亲家六族惠能大师 那么当下就请六族印证了 当下彻底开悟了 那么因此六族留他住一族 从此之后人家称他叫做 一族诀 一族诀 在六族那边只住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他才到没有多久啊 听六族的开示 他已经开悟了 那么因此他住在一晚 后人就称他叫做一族诀 很有名的 他开悟之后又回到 他原来的地方 他住也是住在永家 那么他因为学的是天台 他写了一部这个永家禅宗集 虽然名为禅宗集啊 实际上是根据天台教官 是天台的指观里面 他还很有研究 永家集有十章 旧本第七章 新本第六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所以这个原题里面写说 音乐永家集 有下面这四句话 十六个字 同处四住 此处为奇 若父无名 三藏则列 这段话他不懂了 如果您要懂 那等到后文 后边讲到原教啊 有现在的四教一代证文 后边第三十三页 第三十三页就有说明这一段 那么这个 这四句话他看不懂了 有这四句话之句 不懂 不晓 就是不懂了 问于云居少果师 那么不懂吗 当然要请教师父了 他有一个师父 就是这个德少果师 因为他是国王 拜这个云居的德少果师 那么称他为果师了 这就是前书 前中义王的师父 那么为什么称为云居少果师呢 继续查中国的地名上啊 叫做云居山的地方 就有三个地方 这个云居啊 就是在天台山 天台山上啊 有一个云居道场 是一个修行的 金色的名称 当时德少果师啊 他就住在这个云居道场 所以因此会称他 叫做云居少果师 不要误会 以为是云居山的 那个道场 前中义王就请他来请问了 因为是他的师父嘛 乃云 当时天台德少果师 他是清凉中 也就这个 所谓清凉文艺产师呢 法养宗 清凉文艺产师的 呃继承人 他是法养宗的第二代 他是产宗的 那么当时他听到这个四句话呀 不晓得他是不是懂还是不懂 不过他就把这个责任呢 推给天台的法师了 所以他就说了 对前中义王说 天台果清世 由极法师 善哄此教 他说天台三音果清世啊 这原来智者大师的道场 有一位极法师 就是义极法师 他是专门研究天台教理的 他善能弘扬天台的教法 对佛法的教理啊 他很懂 懂得很多 必解释疑了 说这个极法师 必定懂得这四句话的道理 您去请问他吧 他把这个责任呢 推给教下的 这个一极法师 王照法师制 截然 这个前中义王就 请这个 一极法师来了 来到他的王宫里 就是问了 就请问 上面这四句话的道理 法师约 就一极法师就答复说 此天台智者大师 妙弦中文 他说您说的这四句话呀 同处四处 此处危机 若福无命 三藏正略 这四句是出在天台中智者大师的 妙法连法经悬议里面的文字 这四句话出在法发悬议的第五卷 第五卷之上 有这么一段文 有这四句话 十兆安死兵残 尽着会场峰辉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唐朝中叶唐玄宗的时候 安禄山死四名 叛乱 那么闹得天下大乱了 战争好几年 那么因此被这个当时战争的兵残 就是遭到他破坏了 烧掉好多寺庙 好多佛经 比较接近的 就是到了这个宋朝初年 比较接近的 就进着会昌峰会 会昌是唐五宗的年号 唐五宗 会昌有六年 在会昌五年的时候下诏 这个灭佛 所有的寺庙遭到破坏 遭到烧掉 所有的佛经也烧掉 所有的出家僧尼 通通赶出去反俗 那么这就所谓三无一宗 三无反乱之一 遭到这个三无反乱了 因此所有的佛经 都遭到破坏掉了 都烧掉了 那么因此之孤啊 现在天台教部啊 在中国已经不流传了 所以说 中国教杖 残缺殆尽 在我们中国里面的 所有的佛教的教典藏经啊 残就遭到破坏 剩下一圈两圈的残卷 也许还有 缺略的很多 差不多要被烧光了 殆尽 那么因此别别说是天台中的教典 已经被销毁掉 就是其他的所有佛教的教典呢 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可是这个关于天台这个教典呢 现在在东东边的东海那边呢 有高黎国 高黎国正在弘扬 所以接下去就说 今为海东高黎呀 惨叫方圣 现在就是赵宋的初期 那么就是五代的 那个时候五月王 那么现在只有啊 海边 海的东边 那边有一个高黎国 高黎国正在惨阳天台中 天台中的教典呢 在 高黎国正在弘扬 很圣 全书在笔 全书在笔 天台中的三大部 所有的教典 在高黎国 正在弘扬 很圣 王文子 凯然 前中一王 听到这个花呀 凯滩啊 很可惜 想到我们中国人 真可怜啊 老是这样打仗啊 闹啊 那么每一个幻朝的时候 都是天下大乱 啊 那么因此拢得好多的教典 都遭到破坏 那么这个五月王 想要把天台教部 请回来 啊 即 为全国书 啊 即为全国书 只必死高黎 求取一家张书 即是随时了 随时想要把天台的教部 请回来 前就是派 使令 使令使者 拿住他的五月王的果书 纸笔 纸 是这个礼物了 礼物 啊 笔 比如说钱 金银之类 啊 那么拿了好多礼物啊 派使者 啊 到了这个高黎国 向高黎国王要求 要天台一家的张书 就是天台中的著作呀 希望能够整个抄回来 啊 那么古代没有印的印刷的发达了 所以因此都要用手写 那么因此就请回这个天台中的全套的著作 高黎国君呢 乃执 升月 帝冠者 抱平 以天台教部 还归一约 高黎国的国王啊 就是执命 有一位出家人 名字叫做帝冠 就是世教语的作者 啊 呃 叫这个帝冠法师啊 把天台中的教典全套 由他 报平 就是报答五月王的要求 啊 受他的贫情 那么就把这个天台教部 由地冠法师送回到 啊 这个中国 还归一约 通通啊 送还到五月王这边来 那么五月前中一王 就接受他所有啊 请回来的教典 冠 既知 地冠法师既然到了我们中国 啊 那么这个天台教部就送到 这个五月王手中了 那么五月王就把这个全套的 天台中的教部啊 就交给这个义级法师 而这个地冠 高黎国的地冠法师啊 也就跟这个义级法师学了 所以说就禀学己功 这是指地冠法师来到五月王这边呢 啊 在浙江就到天台山 亲近这个义级法师 于罗西中原中原 啊 这是指地冠法师啊 到了天台山亲近义级法师之后 在那里住了十年 最后他就在罗西的道场啊 入灭了 就在这十年当中啊 他不晓得在哪一段时间 就写了这一部天台式教仪 啊 那么这个天台式教仪 就是地冠法师 在天台山的罗西道场 啊 那么住十年 亲近义级法师的时候写的 他很久修持 指冠修得很好 他临江要入灭的时候 就坐在哪儿 修指冠了 就入灭了 在历史上写他坐亡了 那么时间可能是在宋太祖的 开保年间 确实的哪一天哪一年 没有办法知道 不按照历史的记载啊 说是宋太祖开保年间 宋太祖开保的时间啊 这个年号啊 是从这个西纪的968年 就是宋太祖开保元年 从这个宋太祖开保元年期 一直到西纪的975年 这一段时间 地冠法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 不晓得哪一年啊 入灭了 而他就做了这部天台式教仪啊 他就写完成之后啊 就放在他自己的书甲里面 他往生之后啊 罗西道长的大众替他整理物资 没去理他 很奇怪的是晚上去看了 发现这个书甲子有光 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 里面可能是有宝物了 那么就去打开来一看 没有别的 就是一部天台式教仪的手稿 就是地冠法师亲手写的天台式教仪 他著作完成之后啊 腾青写好的白在那边 有放在这个书甲子里面 哦 大家看到这部天台式教仪会放光 哦 很了不起 必定是有里面很好的佛法在里面了 那么就请出来啊 那么因此就流通开来了啊 所以有这个地冠法师把全部的天台教部都请回来之后 大教治世啊 崇昌仪 大教是天台教部的教典啊 是天台宗 从此啊 重复在昌盛起来了 所以宋朝初年有四名之礼啊 是法治大师啊 四名尊者 崇昌天台宗 有很多著作 这都是宋朝崇昌天台的功臣啊 但是如果没有五月王寝室上面这个勇家级的四季化 如果没有地冠法师把天台教部送回来 那么天台宗在中国就不可能再发展下来的 所以这个他这几位啊功德都是非常之大 惯能探索大部 录出四教一支文 成二间 地冠法师 他能够在天台宗的三大部里面 叫大本 探 求取了 求说 探索天台宗三大部的大本的这个著作里面 广文里面呢 录出四教一 揭露出 操录出这个四教一的这个文字 那么成为上下两卷 其上卷 明一家叛教利益 他这个上下两卷呢 上卷是说明天台宗一家叛教的建立的意义 这五十八教了 五十八教乃至后边说明这个修行的方便正修的指观等等 有一个大概的提示 那么这个是上卷完全设到天台宗的本宗的意义 下卷明南北就是中途意义 下卷是根据三大部里面所说的 在天台智者大师之前 中国佛教啊就有很多叛教的这个教义出现 也就是说从东京到南北朝啊 这个叛教的方式啊 按照法法悬议里面说有十八家之多 叛二教的叛三教的叛四教叛五教的都有 那么他这个下卷呢 就说明这个南北朝是中途意义 这个各宗所说的途径不同 意义就是不同 不同的执迹 个人的看法 叛教不同啊 南北 第一 指南北朝哪一段时间 越朝代说 指南北朝 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 南方的宋齐梁臣 这段时间 南北各方有好多高僧大德 在哪里呀 弘扬佛法 做这个叛教的这个利益 另一种说法 南北就是南方北方的那些高僧大的 不一定限定在这个南北朝 南方北方的高僧大的从东景时代就有 在哪里做这个叛教的毅力的发挥 那么这个四教委的下卷呢 就说明这个南北诸师的宗徒意济 个人个人的宗啊宗旨不一样啊 那么他的看法不一样 因此他所说明的修行的途径 叛教的立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叫做义记 就是直击了 各个有他的看法不同了啊 没成佛之前不可能达到最圆满的境界了 所以难免多少有不同的地方了 那么下卷就辩明这些道理啊 说他古代那些叛教啊 有什么地方是错误的 那么一把他指证出来 那么天太师要 因为他会放光流通出来之后 那么上下卷本来都流通的 但是到了宋朝 有一位孤山元法师 孤山是地名 元法师是孤山智元 他的名字就是智元 因为他住在西湖 杭州西湖啊 杭州西湖有一个小山 这个山名叫做孤山 智元法师住在孤山 所以大家就称他叫做孤山元法师 到了这个孤山智元法师啊 他脚勘 勘版要流通 这个天太师教育 脚对了 勘物 脚勘就脚对勘物 如果有什么文字上的错误啊 把他对照刊定 那么然后啊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木刻板的流通了 有用印的 就是用木头去刻 刻字 刻好了之后啊 才去用墨字去印 那个时候孤山元法师 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天太师教仪啊 再加以脚对 看物 然后啊 木刻 看板流通 那么到了这个孤山智元法师啊 他就直流通上卷 不流通下卷了 所以说 但行经上卷之文 他为什么直流通上卷呢 下卷为什么不流通呢 盖有词句简要 一执一鸣 学着陈姿姿 因为上卷啊 因为上卷呢 因为上卷呢 他的词句 文词 语句啊 很简单 很恶要 他的意理宗旨很容易明白 使初学的人呢 一看就能够领悟 容易学习 学着陈姿姿 有这个天台师教育的入门书 学习天台有很大的帮助 上卷 以初学天台教部的人 有很大的帮助 活了起一化大纲 能够了知 佛一代识教 教化众生的大纲 因为里面的五十八教 把整个佛法的这个组织分辨 都是非常的新俗 那么看过识教育之后啊 整个佛法的大纲都能够明白 其愿小补之斩 这对于学习佛法 尤其学天台的人的帮助 太大了 不只小小的帮助而已了 补啊 就是帮助 其愿小补 就是反问词了 用反面说 哪可以说是小小的帮助呢 实际上是很大的帮助 帮助太大了 再是余伟生 这是说上卷 这是很好的入门书 学习天台当然不能不学 由这入门了 才能有办法学习天台 那么下卷呢 下卷 这破址南北古斯 文艺豪漫 古代于幻子 下卷呢 是破址南北 所有的古代的大德们 高僧大的 他的立宗不同的情况 叛教不同的地方 都破址他的不好的地方 这文艺豪漫 文艺豪漫 好就是好好当当了 范围很大了 慢了 就是慢无忠实的 各方面都有啊 那么因为这些 在初学的人看起来 是很难懂的 因此之后 得以缓之 可以缓了 不必急 意思就是说 下卷的道理 只要你把天台识教 以下卷学会了 将来研究法法悬疑 就可以明白 不必看下卷 下卷这类 别 脖子别人的错误的 这些文字啊 初学的人不必看 所以可以缓慢 不必急 如此文莫止云 自从此下 略明诸家叛教已是 好像我们现在这个 世教义后文啊 世教义后文 最后一页啊 就在第41页的后边呢 自从此下 略明诸家叛教已是 而有这么几句话 由此就可以知道 一可见后卷之大猎 只看这两句话呀 就可以知道 他下卷的大猎是什么了 他是 评判诸家的叛教的仪式 所以这个不妨重略 不必急呢 至于孤山元法师啊 他也是在赵宋前一段时间 要跟这个赞宁啊 那个僧童赞宁差不多同时啊 呃 这个孤山元法师元级的时间呢 是在西纪的1022年 那个时候就是宋真宗的全新元年 孤山元法师年级很轻啊 就很有名 啊 20多岁就是讲信说法 所以他元级的时候 只有47岁 实在很可惜啊 呃 那么他呃 在那个时候 由孤山元法师 把这个天台式教义上卷流通 下卷就收起来不流通了 那么就是有这一段因缘了 啊 把这个天台式教义流通出来了 很普遍的传开了 呃 元级里面下面一端呢 是说明当时的五月 乾宗一王啊 啊 对于这个义吉法师的崇敬 建设这个罗西道场 看着这个文字啊 王为吉思 建千兰罗西之上 罗西道场的建筑啊 是五月王所建筑的 他为了他这个义吉法师啊 啊 那么建立一个切兰 就是寺庙了 切兰就是 重远了 那只出家人住的地方 天台山范围很大 很大呀 啊 有一个地方叫做罗西 啊 那么有一个西流 他这个西叫做罗西 那么那附近啊 地方很好 啊 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寺庙 供养义吉法师 请他住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这个罗西的道场的名称叫做什么呢 月 定会愿 定会就是止观的果的 修音的时候叫做止观 修成了就是定会 显示天台中 讲究修止观了 就是所以叫做定会愿 那么对于一级法师 他给他一个封号 啊 静号 静光大师 啊 这个五月王也拜他做师父 给他是一个封号 就是静光大师 所以后来天台中的教典 向福祉统计 就称他叫做静光大师 啊 或者是静光吉法师 静光吉大师 啊 这类的称飞 称呼 所以凡是在天台教部里面 看到这个静光吉 就是指这个一级法师了 而这个静光的德号 就是五月王尊他的 啊 追是九族 他这个九族啊 就是指天台中的出族到九族 出族到九族 呃 天台中摇成龙兽 我开头曾讲过啊 啊 摇成龙兽 以印度龙兽菩萨呀 为第一代祖师 因为慧文大师啊 他是看龙兽菩萨所做的中论 跟大制度论开悟的 为二祖 慧师大师为三祖 啊 那么智者大师是第四位祖师了 一直到金兮湛然大师 一共有九位祖师 啊 追是 就是这九位祖师的释法 德号啊 都给他是一个德号 每一位祖师都给他一位德号 九位德号是什么呢 呃 这个也许在国庆百路里面可能有 也没有时间去查了 意思就是说 他对一级法师给他一个德号 叫做静光大师 那么从初族到九族 每一位都给他一个封号 所以叫做追是九族啊 并东环教掌 师父以师 同时把这个地观法师送回来的啊 从海东高立国送回来的 这个天台中的教部啊 藏经 玄套啊 通通交解一级法师 教门忠心 始至于此 天台教部 法门 能够忠心在中国 实在他的基础是打在这个地方 啊 那么意思就是说 好的 五月王 读这个勇家级 读到这个同仇四柱 此处为奇 啊 若福无名 三丈遮掠 对这四句话不懂了 他请问 这个天台少果师 而少果师又把他介绍给天台一级法师 那么一级法师说 这个是出在 天台中制着那时的法法权益 啊 那么现在不传了 在海东高立国 很盛行 那么因此裁判师这就请回来 地观法师把这个教部送回来 啊 那么由此 啊 又把这个天台中 能够写成这么一部日入门书 天台师教义 啊 那么天台中能够在宋朝中心 都是这几位大师的功德 前中一王是第一位 啊 那么 这个天台少果师 算是第二位 一级法师 第三位 地观法师 是第四位 这些大的很了不起 都是由他们呢 把这个天台大物教部 重新在中国 这是功德无量 而少公 时宜智者同性 乃又比赞终胜 且聚灵佛龙 人贤于其为智者后生云 这是写缘起的人想出来的道理 不一定是这样子啊 不要指定认为是这样子 有可能就是了啊 这个写这部缘起的人啊 他说 天台德少果师 他正好 他的世俗的信啊 跟智者大师同性 信什么呢 信陈 讲到这里啊 我就想到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忘本 不可以把自己的根本丢掉 有些出家人 前面有 前有一段时间呢 有人在提倡 改法名 把这个身份证改法名 是某某 姓都改是 释迦牟尼 我的是 我们出家了 这个四姓出家 同称 同称四子吗 是子吗 那么把这个俗姓 俗名啊 都把它去掉了 世俗的姓名都去掉了 这种的做法呀 我觉得是忘本 我不赞成 我当时在佛宣教书 有人提议啊 要我也照这样做 我说我这个身体是我的父母 给我的 我不能忘本 我们看高僧传 每一位高僧 都还保留他的俗姓俗名 你看看 最有名唐朝的那个玄壮大师 玄壮三章 他还不是保持住 他原来俗家的姓姓陈吗 甚至他的家庭情况 都还记载出来 每一位高僧都有这种情形 都没有把他的俗姓丢掉 也没有把他的俗名丢掉 所以出家之后 有法明 那是应该的 但是不可以把这个俗姓俗名丢掉 或者有人会想 现在用身份证 改用这个 法明不是比较方便吗 假如有人寄邮包给你 寄钱给你 那么盖章也比较方便 否则你又是俗名 又是法明 都是很麻烦 这都是小事情 这个不算什么大事 应当不要忘本 不要把自己的本忘掉了 不要把这个俗姓俗名改掉 并不是说不忘于世俗 而是不能忘本 我们喝水要念出这个水源 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本忘掉了 所以所有的高僧传里面 这个高僧的俗姓 都是保存的 你看这段文就可以知道啊 智者大师 他的俗姓是姓陈 天台德哨果师也是姓陈 所以他们两位是同样姓陈的 那么这么巧妙 乃佑比赞终胜 比是帮助的意思 赞也是赞助 就是他帮助赞助天台中的教训 由天台德哨果师的帮助 天台教部才能够回来 在高僧传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天台德哨果师 受这个一级法师的请托 他说现在我们天台教部都没有 希望你因为他是果师 希望他能够跟这个五月王说明 希望能够把教部请回来 有这种的请托 所以德哨果师极力的向五月王 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天台中的教部啊 从高律国请回来 那么这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他比赞终胜 而且居令佛龙同样是住在天台山 天台山有一个山啊 就是佛龙山 佛龙一个小山 是在天台山的西南边 而当时啊 天台德哨果师就住在这个佛龙的道场 而这个佛龙道场 从前智哲大师也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有人啊 好多人都这样怀疑 说这天台德哨果师啊 也许是智哲大师重来吧 是智哲大师的后生吧 迎先一提为智哲后生 是不是你 这个没有办法了解的 也没有办法考证的 因为这个高僧大的 在世间弘扬佛法 那么再转世 这是有可能 德哨果师是不是就是智哲大师转身的 这个没有办法了解 没有办法确定 不过当时有人这样想就是了 也有可能嘛 所以我们平常听着说 某某法师又是某某菩萨转世 某某大的转世 如何如何 这些话呀 只能做参考 不必太过于认真 并不是一定就是如此 有这个可能就是了 这是缘起的前一段文 后面还有一小段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如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生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防疫前两年内都能申请理赔 只要符合理赔条件 一定拿得到理赔金 不用急着申请相关证明 请先将卫生单位量能留给有紧急医疗需求的病患 我是金管会主委黄天木 很多民众投保了防疫保险 也会担心权益受损 但根据保险法规定 防疫险从确诊或隔离日起 两年内都能申请理赔 不用急着申请确诊或隔离证明 请将卫生单位量能留给有医疗紧急需求的病患 政府会严格要求保险业者医约理赔 确保符合理赔条件的民众 一定拿得到理赔金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送葬的项群 国际环保主义者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杜克 因为突发心脏病猝死在家里 这让他的妻子和亲友悲伤不已 马力 马力 你已经流了一晚上眼泪了 现在已经早晨了 你休息一下 不要再哭了 是啊 马力 你休息休息吧 一会儿还要参加杜克的葬礼呢 黑夜已经过去了 是啊 黑夜已经过去了 黎明重新升起了 马力 你也要振作一点啊 哎呀 这是什么声音 什么东西在门外呢 是大象 这是大象的叫声 大象的叫声 这里怎么可能有大象的叫声啊 话音刚落 屋外又传来了一声大象的叫声 马力急忙起身打开房门 接着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五头大象 正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外 当他们看到杜克妻子的身影后 一起发出了一阵哀鸣 天啊 怎么会这样 好奇特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大象啊 他们是从杜克的保护区赶来的 什么 他们是从杜克保护区赶来的 要知道从那儿到这里的路程 可是有一段距离啊 难道他们是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 要来送杜克最后一程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到来 这群大象参加了杜克的葬礼 整个过程 他们一直表情悲伤 葬礼结束后 他们也不肯离去 仿佛是想多陪一会杜克 替他守护他的妻子和亲友们 夜晚 一群大象站在屋外 屋内 朋友从窗户 看了外面那些大象一眼 这些大象真是通人性啊 看来他们和杜克的感情非常深厚 是啊 难怪大家都说 杜克能听懂大象的语言 可以和他们交流 看来这是真的 只要我们用真心和动物们相处 就能建立深厚的感情 这一点杜克他做到了 玛丽 你能和我们说说杜克和大象的经历吗 当然可以 杜克有一个外号 或许你们也知道 那就是傻子 因为他原本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上 做得非常优秀 可是他却放弃了 那个赚大钱的职业 却做一件倾家荡产的傻事 亲爱的 我想购买一片土地 并将其打造成一个 野生动物保护区 啊 你说什么 你要建造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看看这些照片 天啊 这真是太惨忍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惨状 当我赶到的时候 其中一头大象还没完全咽气 我永远忘不了它在宾死前 那绝望无助的眼神 当时我就决定 我要为这些可怜的大象做些什么 你真的已经决定了吗 是的 我已经决定了 亲爱的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就支持你的决定 跟你一起去完成梦想 嗯 就这样 杜克做出了让大家认为 只有傻子才会做的事情 我们变卖了家产 告别了喧嚣的城市 来到了这里 居住在这个简单的小木屋里 简易所食 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野生动物的保护上面 哦 杜克 这么大的保护区 真的是你一个人建立起来的吗 是的 当然 还有我太太的支持 杜克 你将自己的家产投到这片保护区值得吗 当然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次看到 被盗猎者杀害的那些动物后 就心痛的无法入睡 我就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这个想法从那时起 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所以我毅然决定 建立了这片保护区 看到野生动物们的安全自在的生活 我就感觉无比的充实与幸福 杜克 那这里面的动物都是哪里来的呢 他们都是一些受伤 或者是遇到了各种麻烦的动物 所以我将他们收留在了自己的保护区 原来如此啊 听说国家动物保护区 还经常让你帮忙救助他们那里的动物 没错 国家动物保护区范围实在太大了 政府人力根本管不过来 很多偷猎者会混到里面进行偷猎 一些受伤的动物也得不到及时救治 所以我就帮忙替他们分担一点工作 哎呀 是国家动物保护区的杰米 看来他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喂杰米 你们那里是不是又有动物生病了 杜克 事情比你说的还要严重 我们园区的象群遭受到了非法猎人的伏击 你说什么 象群遭到了伏击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象群受到了惊吓 焦躁不安 发狂似的四处破坏 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了 而且他们随时都会逃离保护区 如果那样的话 周围的居民可就危险了 因此政府下了命令 再控制不了他们的话 那就要将他们全部击毙 杰米 你等我 我马上赶过去 当我和杜克赶到国家保护区后 果然看到了那群暴躁的大象 他们所到之处都被破坏得一片狼藉 杜克 你也看到了 他们都疯了 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一会儿军警就来了 他们已经接到了击毙象群的命令 那些大象太可怜了 杜克 我们得救救他们啊 是啊 我们得救救他们 可是现在该怎么救呢 发疯的象群破坏力惊人 哪里能靠近呢 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是有首领的 只要我们先将象群的首领制服 说不定他们就会安静下来 这样说 有道理 先处理掉他们的首领 这个主意不错 只要象王倒下了 他们也就老实了 杰米 你要干什么 你不会真的要杀死那只首领大象吧 放心好了 这只是一支麻醉枪 象王中枪后只会昏迷一段时间而已 对了 你们可以用麻醉枪 让这些发狂的大象都安静下来 不就可以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 麻醉枪对于体型巨大的大象来说 作用并不是很大 而且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伴 莫名地倒下会变得更加焦躁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么说 我们现在的做法也是在冒险了 是的 象王倒下后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象群失去了头领变得安静下来 第二种则是他们变得更加暴躁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冒险赌一下了 说着 杰米朝着象群中那头象王扣动扳机 象王被击中了 几分钟后在麻醉弹的作用下 他轰然倒下 象群见此情形显得更加暴躁了 整个局面彻底不受控制了 看来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为了周围居民的安全 现在也只能让军警将他们全部猎杀了 全部猎杀 不 我绝不会让这群大象死掉的 总会有办法的 来不及想办法了 军警已经来了 杜克看了一眼越来越近的军警的车 然后一下子冲下车朝那象群跑去 杜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安抚他们 不行 那样太危险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象群现在已经很糟糕了 我怎么忍心再让他们失去生命呢 那一刻杜克不知从哪来的勇气 他一个人快速地走进象群 用声音祈求他们安静下来 用肢体语言让他们慢慢放松 那几分钟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比漫长 因为一旦象群发怒 杜克的声音便会随之葬送 然而神奇的是几分钟的对峙后 象群竟然奇迹般地安静了下来 真是不可思议 杜克竟然说服了那群大象 那群大象一定是感觉到了杜克的善意 长官 不要麻烦你们了 象群已经安静下来了 你保证他们不会再发狂 并对周围的居民构成危险吗 长官 这群大象将送到我们的保护区 那周围没有居民 这样可以吧 你的保护区 你是 哦 我是杜克的妻子 杜克保护区是我们建立的 好吧 那这群大象就交给你们了 也辛苦你们了 就这样 那群大象被送到了我们的保护区 谁知道这些家伙根本就不领情 他们来到陌生环境后总想着逃跑 杜克呢 怎么没看到他 他应该在象群那里 最近那群大象总是想着逃离这里 那帮家伙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啊 杜克不会一直看着他们吧 是的 最近这段时间他天天守护在象群旁 给他们唱歌讲故事 给大象唱歌讲故事 他们听得懂吗 杜克跟我说过 这些大象受到了精神创伤 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信任人类 但他相信只要花时间耐心地去做 一定可以和他们建立起某种连接的 两人说着便来到了象群这里 杜克正对着象群唱着歌 突然象王甩着鼻子朝他走过去 哎呀 不好 那头大象想要干什么 象王来到了杜克面前停了下来 他伸出鼻子摸了摸杜克的手 杜克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象王接纳他了 象群已经认可他这个人类朋友了 从那以后这群大象便不在千方百计的逃离 而是安心地待在保护区里 每当杜克来巡逻时 他们总是高兴地叫着向他靠近 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 嗯 杜克去世了 大象自动自发地来为其送葬 但令人吃惊的是 每年杜克祭日这天 大象们都会来悼念这位死去的朋友 我们自诩为高等生物 但那些笨笨的动物却比人类更成情 他们认定了便是一生啊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优独生 优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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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生